第一章的部分我們要了解 第一個就是 HTTP 的基本特性 第二個就是了解 GAT 或舌的使用時機 還要了解為何 URL 跟 URI 的編碼方式 再來出乎認識 Web 容器的角色與重要性 再來出乎了解 Survey 和 JSP 的關係 因為剛剛有提到 JSP 還有一個 Servilator Servilator 跟 JSP 到底是怎麼關聯 最後就是初步認識 MVC 的架構 MVC 架構非常重要 以後往後的開發 在 Web 開發幾乎都遵循 MVC 的架構 甚至是 APP 現在是手機的 APP 它也是遵循 MVC 的架構觀念 你說 Android 或者是 iOS 上面 也是這樣的 因為它把三個東西分開了 M 的話就是 Model 一般的話我們指的是資料 比如 database 的資料 V 的話就是你的 UI 介面 C 的話就 Control 了 指的是你的程式 你要控制哪一些畫面上的元件 如何去做一些後續的操作 所以它把資料 介面跟程式分開 其實就會比較容易去做設計 也就是說 基本上你可以把 MVC 分成三個 如果說一個 Team 的話 那就必須要分成三種人 第一種人就是專門處理 database 的 就是資料放哪裡 比如 database 的 engineer 或者是 V 的話 就是它的 UI 介面 這部分的話可能牽涉到美工 牽涉到美工部分 那 C 的話就是這個 program 的部分 也就是說以往 你說 UI 介面跟我們程式混雜在一起 早期像我在大概 20 年前開始寫 ASP 的時候 就是混雜在一起 那你在 coding 的時候都非常痛苦 一下子又有程式 一下子又 HTML 的畫面 就是說前端跟後端混在一起 混在一起 你在設計的時候就會有很多問題發生 因為真的不好去做管理 那現在 MVC 架構之後的話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而且現在 JHP 又發展到 Model 2 第二代 又不是像第一代 第一代的話是 Java Beam 的部分 第二代我們現在講的是第二代 所以你們現在學的是 JHP 的 Model 2 的版本 OK 那再來的話一些基本概念 我想這個 HTML 應該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應該不用多講 而且現在呢 發展到現在 HTML 已經到第五代了 HTML 5 那在 2014 年 就明年度 HTML 5 這個標準才會確定下來 所以它不斷在改版 那現在比較大的像 Google Microsoft 的兩部 其實他們都遵循這個 HTML 5 比如說像 YouTube 啊 我想各位都知道 你看播放影片的話 它現在已經追用 HTML 5 那慢慢會把什麼拿掉呢 就是 Flash 拿掉 所以 HTML 5 它本身就可以播放一些 Media 就是影音的部分 因為那個 Flash 問題太多了 那慢慢的話就 所以呢 在學習上面 不能說你只是知道那個 Server Page 技術 其實很多東西你還要知道 那剛剛同學提到那個 他有學過 Java Java Script Java Script 你也要知道 那因為這兩者之間會有需要做互動的地方 所以會有所有的 Agents 的技術 Pine 端跟 Server 端會怎麼做一個互動 因為有些東西要在 Server 端 有些要在Pine 端端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全部都在 Server 當 Server 上面 Run 的話 好像得了 你 Loading 可能就會爆掉 像你說 YouTube 這樣的 Server 這樣 如果全部都 Loading 在 YouTube 上面的話 你會發現你這個 Loading 太大 所以它會把有一些東西會在開單 在這些 Run 的話 那這部分的話就會牽涉到 這個相關的語法 像 HTML 這個相關語法 你要非常清楚 我想應該 HTML 我是假設各位已經對 HTML 標籤 那些標籤應該都很熟悉的 應該在學校應該都有學過 如何用記事本寫一個簡單的網頁 那這部分的話 再來的話就是 HTTP 的 URL 這地方的話牽涉到我們的一些 Polo 通訊協定部分 那 HTTP 部分跟我們網路通訊比較有關係 另外的話就是 URL 這個地方 URL 部分的話 一般指的就是我們的網址 其實就指的網址 就是說我們這個網址上面的訊息 另外就是文字編碼 那編碼部分的話 當然我們現在在台灣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現在比較多 它預設就會是 UTF-8 可是早期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會把它設計成那個 所謂的 Big 5 所以你 Big 5 跟 UTF-8 兩個之間 就會講那種風格 你的網頁一秀出來就會亂碼 或者說你設計的時候 你把 source 給人家的時候 人家看到的是亂碼 所以倒不如這樣子 以後的話 你在開啪的時候 乾脆全部制定給你未來的 也就是現在最大的標準 就是 UTF-8 你就直接在你的網頁定義的時候 就直接定義 就是 UTF-8 就好了 不然的話 將來你這個網頁 或者你的 source 人家會問 會不會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 這個有關那個 Web 應用程式部分 那我們剛剛講過 有所謂的開關的 跟伺服器端的 那我們 JSP 是 RUN 在 server 所以是伺服器端的 再來就是 Browser 跟 HTTP 的伺服器 也就是說呢 瀏覽器會請求一個伺服器 上的檔案或資源 然後呢 server 這邊的話 在試情況 把需要的東西 傳送到那一端的話 OK 那 再大概了解一下 再來的話 有關於 HTML 相關的標籤文件 我想這個結構 應該大家都會吧 就是 所以一般的話 你可以用 Note 用那個簡單的記事本裡面 就 比如說比較重要的標籤 它一定是開頭 一定是 HTML 一定是 HTML 開頭 那 HTML 而結束 另外的話 它在 Head 它的那個檔 就是它的那個頭的部分 那一定開頭 開頭裡面的話 一般我們 那個 SEO 的相關的訊息 或者你這個檔案的相關訊息 都會定義在這裡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邊有一個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是我們的 這個 就是語系的部分 自訂為什麼 UTF 8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去定義 那如果說你定義成其他的話 或者沒定義的話 有些時候會用 People 也許是用 Local 的 Big By 碼去定義 那就會有問題 那再來底下的話 比如說我們底下會有一個 輸入哪一個圖檔 然後呢 這邊的話請輸入等等的 那像這邊的話 HTML 這個蠻重要的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剛剛有提過 就有關 Get 跟 Post 如果我今天要 Post 我要取得 就是用 Post 的方式 那你這個 HTML 就必須要寫一個表單 那各位可以看到 在這個範例裡面呢 會有一個表單 那這個表單裡面呢 會有一個 Mencer Mencer 部分的話呢 它有所謂的幾個方式 比如說用 Get 或 Post 你可以在這邊做定義 然後後面有個 Action Action 後面就會加一個 我們要去執行的一個程式 一般這個應用程式 是在 Server 端去 Run 然後呢 Name 叫什麼名稱 最後的話 底下有 Input Type 就是說 你可以讓一般使用者 去輸入什麼東西 一般就是用那個 Test Box 然後最後有個 Button 可以送出 按下送出之後的話 那 Server 端就會接收到 這個使用者端傳送過來的訊息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 HTML 的一個 一個標籤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剛剛我講的 裡面的話呢 底下這個部分是完成的 一個網頁 那比如說這邊有個名稱 冒號後面就有一個 Test Box 按送出的話 那就會傳送出去 到 Server 端 這樣請求一個需求 那最後的話呢 要做什麼事情 再從 Server 端 丟一些訊息到剛才端 這是剛才簡單的 基本的一個互動方式 這個是最基本的 這是一個網頁 那相關的 這個相關的標準的話 各位可以在那個 比如說有兩個網站 包含就是說 W3 的 Swords 這個網站 裡面有相關這個 還有就是 HTML 如果你對 HTML 相關的訊息 不了解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 第二個網站 HTML 的一個 相關的教學 這個網站裡面 也可以看到一些 相關的資料 或者其實你們 Google 一下 這個我想應該都還 不會太困難 如果你對 HTML 不太熟悉的話 不過我導師比較建議各位 可以多了解 HTML 5 這個相關的標準 因為坊間的書籍 蠻多的 HTML 5 跟 CSS 這部分也要懂 因為 CSS 的話 你版型 牽涉到你的前端的介面 版型的介面 另外還有像 JavaScript 或者 JavaScript 的簡化吧 叫 jQuery 這個我想蠻當紅的 你們到一般書店 架上看一看就知道了 就像剛剛同學來的時候 到書店看一下 ASP 單內的如果十本的話 JSP 頂多只一本 大概十比一 也就是說 從書架上面的分量 你可以知道現在 大概業界的一般需求的狀況 當然不是完完全全的 可是基本上都是這樣子 而且不一樣的行業別 也會用的也不太一樣 就像公家機關 我發現公家機關 大部分都是微軟的體系 因為公家機關跟微軟之間 綁得還蠻密切的 因為他們取得軟體非常便宜 我是不太確定說 因為一些東西 他們針對公家機關 跟學校的單位 微軟給了非常多的折扣 可是對企業沒有那麼多折扣 所以企業的話 你會發現 如果中小企業用最多支 像PHP PHP的話 第一個 它幾乎全套都是免費的 你走到Linux 然後你走到那個 你的Web Server 你也不用錢 Web Server的話 一般我們用哪個 Web Server的話 Web Server的話 Web Server的話 就用我們 那個 PHP上的Rump 就是 Apache Apache 而且超級穩定的 那種 然後 再加我們MySQL 你看 自己就Rump 完全是免費的 完全免費 而且Rump 其實都沒怎麼看到太多問題 那 JavaScript Java部分的話 其實目前我看起來 大部分都是中大型企業 或者是購物網站 所以跟購物網站也沒關係 像什麼 大陸最大的淘寶網站 它就是用JSP 另外 你們其實可以注意一下 那個網站 像中華電信的 中華電信的網站也是JSP 所以你們有沒有特別去注意這些 不一樣的行業別 會用的 互動式的技術都不太一樣 那其實基本上 這些 都也不是問題 最重要的是你的基本的觀念 因為你只要有 這些其實 基本上我想 只是說 背後用的語言不同而已 那如果你問一個之後 你要延伸出去 你不要就是說 像有些工程師 死板板的 它只會一直靠 比如說會用微軟這個 它就沒有辦法挑到 PHP跟JSP 那如果 像我的一些朋友 基本上都是全公司的 因為其實網站觀念都超多 你不要說 被自己領域建築的 那我們這個課程主要是 帶各位 JSP 的部分 盡快可以趕快上手 OK 那再來的話 有關UI URL、URN、URIE 所以也不用太過這個 大家有關念就可以 主要在最後 Location URL 這個地方的話 指的通常說 我們的一個 一個網址的名稱 通常是URL URN 就是一個名稱 然後URI 就是identify一個ID 那這部分的話 大概有關念 就是URL、URN、URI 那URL的部分 這個是一個 這個協議指的是 以何種方式取得支援 那一般的話 我們可以 比如說在HTTP上面 你也常常打一個什麼網址 我們統稱這個就是URL 那HTTP也是一樣 我們用什麼方式去取得支援 另外還有一個File 指的是一個網站的名稱 還有像Mail Mail2 指的是一個電子郵件的位置 多數十類的 大概有概念就可以嗎 這個地方URL的部分 好 那這裡的話 比如說裡面的話 會需要牽涉到什麼 使用者 然後密碼 主機 跟扣號 還有路徑 這是一個URL的 一個location的部分 那如果 針對我們 各位畫面上看到的 這是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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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g 一個 這個 包括 URI 的部分指的是 URI 和 URN 是 URI 的指示 我想這個大概也有概念 標準機構如 W3C 文件中多使用 URI 另外舊的習慣是神社設計師交談多件使用 URI 因為 URI 長見度比較高 URI 的長見度比較低 大概歷史眼鏡大概看一下 有關 HTTP 的通訊協定部分 簡單講起來就是一個中介的角色 比如說 CLI 端要跟 SERV 端做要資料的時候 他們可以透過 HTTP 來做 比如說 CLI 端有什麼事情 我要什麼檔案 一個密碼 然後如果密碼正確的話 再把檔案檢查 再一個 HTTP 的基本架構 所以有關 HTTP 的話 最基本就是會有幾個 一個是 REQUEST 一個是 RESPOND 就是說我會有一個需求 我會傳送什麼東西到 QI 端去 然後另外的話就是 STADI 的通訊協定 一個請求回應 剛剛有提過有關 你看那個我取得資料 取得 REQUEST 的部分 其實主要有幾個方式 一個是 GET 那 GET 的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朋友 特別注意一下 就是說你們在看一些網站 通常會有一個問號 問號後面的話 會傳一些參數 其實這種方式 就是所謂 GET 請求 最明顯的 所以那個 GET 請求 它可以在 UR 這個 URL 你的網址上面 你去做一個修改 它甚至可以馬上去傳送 不一樣的參數到 SERV 端去 這個是 GET 那 GET 相對的 第一 它當然比較簡單 為什麼 因為傳到 UR 上去 但是它的缺點是什麼 安全性非常的低 對 因為 看得到你參數 沒錯啊 比如說 如果說 一直會有一個固定的規則的話 比如說 第一頁是 比如說 PAGE 等於 E 的話 對不對 然後呢 它也許還沒有下一頁 那你就猜得出來 PAGE 你就把 E 改 2 的話 那你就挑到第二頁去 對不對 3456 也許它有一些網頁 它還沒說出來 可是它的規則很明顯 就是在上面 所以你基本上 不知道說 這 SERV 上有什麼東西 你也可以去猜 所以很多時候 很多 SERV 上面的東西 就是因為 Programmer 不用心 常常就是把那個東西 用 GET 的方式 放在上面 所以 一般的使用者 拆到之後 SERV 上有什麼資源 馬上就會突出 所以有些 SERV 上是有漏洞 就是我們 GET 請求 大概知道一下 那它的一個請求的 這個標頭 大概是 HTML 方法 然後請求的 URL 加一個請求的參數 參數就是我剛剛講的 一定會有一個參數的名稱 後面加上就是我的參數 再來的話就是 HTTP 的版本 還有請求的標頭 等等的 大概 它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這個地方 有一個 這個我們的 SERV 端的程式 後面加一個問號 然後呢 參數的名稱 加上這個參數 那如果第二個參數的話 你就加什麼 AND 第二個參數 等於什麼 等於第二個參數內容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你們可以去觀察一下 很多的那個 SERVER PAGE 無論是 JSP 或者是 PHP ASP 都一樣 它也是利用這樣的方式 GET 請求 OK 再來的話呢 那 GET 請求的部分 它可以發送的 請求參數 當然第一個 長度有限 你不能太長 來創 所以這部分 第一個它的缺點 第二個就是大量的資料 並不是用 GET 的方式 你不能傳一堆資料 給 SERVER 用 GET 那這樣的話 會有問題 所以這邊有兩個 需要注意的資項 GET 請求的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需要保密 資料需要保密的 第二個就是說呢 我的資料傳送過去 或者接收的方式 長度 或者檔案很大的話 那我就不能用 GET 我可以用什麼 用 POST 那 POST 的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到 這邊的話 它的基本的架構 類似項也是一樣 就是 HG 方法 加一個請求的 URL 加版本 那只是說我把資料 是藏在裡面 我並不是秀在外面 那這邊的話呢 POST 請求裡面 它的優缺點 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大量資料發送 都會使用 POST 方法 然後呢 請求參數一次什麼 訊息本 本體 又不是在 URL 不是在網址列上面 然後 然後較敏感的資訊 所以呢 即使長度不長 通常也會改為 POST 方式發送 所以這邊 這邊要特別注意 GET 跟 POST 那順便就 兩個一起來 比較一下 就是第一個 過長請求參數的話 應該為 POST 那敏感性 或者是有安全考量的話 就不使用 GET 跟 POST 希望讓使用者設定出籤 你變日後 點選 你瀏覽的話 應該要 GET 然後 考慮到瀏覽器的網址 快取 這邊是考慮到快取 部分 那兩者之間都有缺點 我想大概 看照一下 了解一下 這兩者之間的一些不同 那 GET 等於一下 這個比較 不是那麼重要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是 FONG 用預設會用 GET 的方式 也就是在 HTTP 裡面 有一個表單 如果你今天要傳送一個 需求的話 那 第一個注意一下 就是說 HTM 裡面有 FONG 那 FONG 裡面 後面 就有一個所謂的 MENCER MENCER 部分的話 重點就是 這個 MENCER 上面 後面就會有一個參數 我們這邊的話 預設是用 GET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改為 POST 然後 後面會有一個叫 ACTION ACTION 後面的話 會有一個 NAME 你的這個 NAME 你的這個 ACTION 的 NAME 然後呢 會有 Input Box 然後呢 這是換行符號 再加上一個 Button 可以送出 這是一個表單 你可以透過表單的話 去跟 Server 要訊息 我想大概 大家了解一下 那剛剛有提過 有關 URL 的編碼 URL 編碼裡面的話 我剛剛有提過 有那個 WANCO 所以呢 這裡面的話 有一些相關的保留字 包括什麼呢 像 WANCO AND 等於 AT 百分比 還有斜線帽號等等 這個我想是 URL 保留字 保留字 大概了解一下 所以你們可以去觀察一下 一些 比如說電子商務的相關網站 裡面 都是用 很多的是用 GET 方式 好 再來 URI 的保留字 我想再大家看一下 因為最後的話 會被 這個 最後呢 你們看URL 那個 URL 的那個參數 其實最後的話 會被編碼 那編碼 比如說中文字的話 最後會編碼成 那個 比如說 UNICOR 所以你會發現 有沒有 有的那個參數上面 會換 而且是呈現狀碼的狀態 那基本上 很多 比如說你用中文 傳參數 比如說姓名 某某某 它是中文的對不對 傳過去之後呢 它會把這個 重新編碼為 這個 UNICOR 所以 UNICOR 你接收到的話 你看到上面的訊息 就會是亂碼的狀態 OK 那 另外的話 如果要避免什麼 避免就是說 讓人家 這個 看到上面什麼 你可以用所謂的URL 編碼 那這邊的話 你可以使用什麼呢 使用Java裡面的一個類型 叫做 這個 URL Encoder Encoder之後的話 再去Decoder 就是說 你編碼之後 再去解碼 這種方式呢 也可以 達到 這個 編碼的目的 那編碼的方式的話 你可以在後面 加上 比如說 我們可以用 ISO-8859-1 我想說這個應該就是 這個 UTF-58的 編碼的 這個 標準名稱 就是ISO-8859-1 這部分的話 我們用 Encoder 跟Decoder 可以去做編碼的動作 那相關的編碼 大家來瞭解一下 像這邊的話 有相關的 中文字編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說 如果像0 比如說 它雙目0 姓0的話 那編碼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百分比16 百分比91 百分比97 那實際上 為什麼它 這個編碼之後 這地方 會是這樣的狀態 其實就是 我們可以 利用 那個 Encoder的方式 把這個地方 再把它編碼成 15 8 那接收到之後 再把Encoder回來就可以了 那中文呢 在一個 BigPi碼中 如果表單使用GAT 發送的話 那你會發現 0 就不會是像剛剛那個部分 那 BigPi的話呢 是百分比AA 然後百分比40 這個是在BigPi裡面的編碼 編碼方式 那如果說我今天呢 要把它編碼為BigPi的話 那各位可以看到 後面的 這個參數的部分的話 我就可以怎麼樣呢 用這個 BigPi 後面的參數部分 也是Encoder 所以Encoder 可以提供 兩個參數給它 第一個是 你要編碼的自串 再來的話 後面就是說 你要編碼的 這個類型 OK 這個是 動態 OK 那動態網頁跟靜態網頁 這有什麼差別 其實我剛剛有講過 所謂的靜態網頁呢 它只是純粹單項 對 就是HTML 最早期就是 只是給而已 那實際上 現在的網頁通常 不只是單項 你一定要 比如說使用的 像購物網站好了 看到這個商品 想要買的話 那他一定會提供一個 他一定會 跟什麼 跟Servor 跟他講 我要買這個東西 對不對 所以其實Servor的角色 為什麼需要JS 你其實就是自動化 以往呢 人去做的事情 變成誰要去做 就是Servor 人需要睡覺嗎 可是Servor需不需要睡覺 有Servor在關的嗎 應該沒有吧 通常Servor是不會關的 而且有些Servor 儘量像台灣的Servor 其實還一定要備人 你不能說只有在同一台上面 而且台灣的環境其實不利於Servor 就是放在沙漠地區 而且沙漠很熱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他放在Servor 地底下 放在沙漠地底下 地下比較涼 比較不會有高熱的問題 然後又沒有潮濕的問題 所以那邊的Servor 其實是最佳狀態 比較不會有負障的問題 在台灣不一樣 台灣的Servor 就很容易有負障的問題 那這裡的話就是說 單向的是靜態 那我們要學為什麼要學互動 實際上你們要做的工作 非常的簡單 就是取代人做的事情 所以現在電子商務 像今年的電子商務的總營業額 已經超過4500億 在台灣部分 那這個金額 其實慢慢慢慢的已經 比如說像 PCO的營業額大概 我印象中好像差不多1年100億 今年大概100億 那100億其實 已經慢慢追上了 像那個 什麼加熱福 大潤發 這些空路的 也就是說 慢慢大家都可以接受 以往是一定要到 那個量販店去買東西 可是現在慢慢大家都可以 接受在網路買東西 所以以後的 有一些實體店面套 他的生意會 比較越來越 越來越長 營業金額的話 恐怕也沒有那麼大 那取而代之就是 怎麼樣 在網路上面去做購物的動作 那誰要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我想你們來這邊應該 主要目的就是這樣 幫公司設計一些自動化的一些 一些這個 一些程式 那主要就是說 人去做的事情 變成是社會去做 那這個部分的話 是互動動態的網頁 那另外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寫程式 就是做一些互動的話 靜態HTML 是無法做互動的 那會考量到早期慢慢的 會出現就是說 到底程式要在哪邊 所以最早出來的是 像Squip的部分 那最早有所謂的JavaSquip 另外還有VBSquip 可是VBSquip已經宣告 已經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早期 在20年前 剛有Squip的時候 是在一個 一個像Nescape的瀏覽器上面 那時候Nescape的瀏覽器 這樣有率的話 大概就八九成 只是後來微軟 推出IE之後 就把Nescape打敗 Nescape現在就沒有了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 聽過Nescape的 這個瀏覽器名稱 那現在IE之後的話 還是會有信 只是說在IE上面 原來是有RUN VBSquip 不過呢 慢慢的因為VBSquip RUN人太少了 所以這個沒有 那現在基本上 在那一段RUN的程式 基本上都是以JavaScript為多 而且這個JavaScript 應該任何的browser 一定都支援 那在Server端 RUN的話 就是我們今天所講的是JSP 當然不只是JSP 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方法 像ASP ASP PHP 等等的 那都是在Server端 RUN程式 RUN as Server 那PLY端是RUN 就是JavaScript部分 OK 那簡單介紹一下 有關那個 這個JavaScript的部分 那這裡的話 這個跟 剛剛講那個 有什麼差別嗎 其實你會想說 那同樣都是 Server端RUN的程式 那幹嘛搞那麼多套 也不能講需求 你會想說 那我乾脆就一套 微軟的東西要 怎麼可能 我現在是會變得不困難 對啊 而且齁 其實你要賺 我也要賺 那為什麼 你ASP可以 所以之後 那 微軟的東西 通常也沒問題 就是 要 要花錢 所以一般 我們會戲稱說 Microsoft有沒有 就簡稱 就 後面再有 M 然後後面再有 Dollars 有沒有 你們應該有常常看到 常常看到 這個 就是 叫M 然後後面再一個這樣 對 然後一波 那也就是說 其實我跟各位講 微軟的東西 像 Vitual Studio ASP 開發 開發環境 實在是太成熟了 超成熟 為什麼 因為基本上很多東西 完全不用寫層次 全部幫你體驗到好 而且免費給你使用 什麼都全套都好 可是問題最後 還有 一個問題就是 你要部署的時候 你要部署在哪裡 一定要用在 一個Server 對不對 那這個Server的話 你只能用 Microsoft的東西 你不可能說 我今天用Vito Studio 環境開發出來 我部署在Deaner上面 不可能 當然也是有可能 你不可能說 你把那個 微軟的東西 開發平台 用微軟的 然後呢 你什麼呢 你部署之後 你部署到那個 Linear上面 不可能 對不對 所以最後的話 其實它全套都很好用 但是呢 最後還是要花錢 另外呢 你可能要開發的時候 你後端的那個 Beta Base 對不對 你還是要用 Seal Server 對不對 Seal Server要不要錢 要錢 對不對 是非常全套都非常好用 因為它的那個圖形化界面 真的沒有一家其他公司可以做得比它更好 可是問題呢 都要錢 對不對 那為什麼 你說 PHP啊 這些東西 或者是JSP 很多都不用錢 或者是費用很低 或者是費用很低 因為你架的 Server 後面後續的 後續的相關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不太需要花很多錢 所以這個就是說 一般 就是說考量 最後的考量還是在你最後的成本 還有後續的技術方面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我想就是各位應該了解 那 我們之所以今天會講JSP 那就是說 這個技術基本上 第一個 雖然 Java現在是 老闆 那個 主演 本來是 公司名稱本來是生養上 那後來賣給誰 Oracle 所以現在基本上就是Oracle 跟Java 對不對 那Oracle本身是做什麼 資料庫 所以他現在又有Java 所以也就是說 他很希望做 他能夠畫 畫出Database 比如說他又可以 他的野心還蠻大的 他希望跟Microsoft一樣 有一個OS 或者有Server 所以Oracle最近 他有自己用Linux 改了一個東西 改成Oracle的Linux 名稱我忘記了 他也在業界推 但是還是要 又有一點費用 只是費用如果 跟Microsoft比起來 他會覺得 偷搭了 那是偷搭 不過這個當然也是 商業利益的問題 這個當然 不管 只是說 這個Solution 你怎麼去 去使用 那如果說你今天 用了Java之後 其實常常有同學會問說 老師 那哪一個 前四五人 是最跨平台的 最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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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跨 Windows Mac Linux 或者是其他的 OS 由於程式語言 程式語言 就是J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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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你們現在坐在這裡 其實了解 這一套技術 其實是最明智的 為什麼 因為Java會越來 越來越強 越強 所以你說 現在架上 只有看到 十本書 對一本書 可是也許 再過幾年之後 變十本書 對一本書 就是倒過來 這不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 微軟的東西 其實微軟本身 它有推出什麼 推出它的那個 Mobile的平台 不知道各位應該有看 就是它名稱叫 叫Windows Form 現在已經七改八了 對不對 賣得好不好 超浪 對不對 安住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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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Mokia 當然Mokia 跟Milesoft 合作 那為什麼 它的東西不好用 其實 它 又不是在Windows 它有畫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它的東西 其實在很多上面 做的並不是非常的 非常好 也不是說非常好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使用的需求 它不了解 你 各位可以看一下 為什麼Android 現在賣得這麼好 大家需求 為什麼Android賣得 現在是最好的 現在佔有率六成以上 第一個 其實 它 背後用的語言是來的 就是Java 對不對 那它為什麼用Java 很便宜 其實放好險 它可以滑 大概有 你說便宜 完全不用花費用 它再加到上面 它沒有那麼多錢 然後 好險 你說好險 其實 不用說 佛賠一點點 就是一個 太保派一點 太保派一點點 就是很容易去接觸 這樣免費 好 對 對對 等你說 開發iOS 這個 虛擾要很強 所以它就是 比較厚 你說 iOS的話 After C 對 因為它一定 第一個你要先買一台 Mac的電腦 對不對 才可以 才可以入手嘛 不然你沒有Mac的電腦 你說真的 你要開發iPhone的東西 基本它是 太可能的 開發商 對 它要開發商 而且 每一年 一年一年都要 對 一年好像是要 99塊美金 然後那個Android的話 是一次性的 終身的帳號 是 美金25塊美金 美金25塊美金 應該是不太會漲 應該是不太會漲 不太會漲 實際上 一樣的道理 像JSP 其實如果說 你們將來要延伸性 現在學一個東西 以我的經驗來看 因為我比各位資深很多 那我的經驗是 就是說你學一個東西 第一個 要有未來性 就是未來還需要的東西 你們要學一個 沒有未來性的 比如說 投入時間在這個上面 這個上面 因為這個上面 因為你會發現 它的需求越來越少 它是在走下坡 比如說像那個 大家都知道 ASB大內的還有需求 現在這個市場 還是在的 只是說它能夠撐多 就不知道 可是它前面 有一個是叫VB大內者 我不知道各位 叫VB大內者 學校應該有教 沒有 應該在早期 主流還是在VB上面 VB跟VB大內者 那這個東西的話 慢慢以需求 VB慢慢沒有 所以你學這東西 現在市場上用不到的話 那等於學的 等於白學 所以 如果要學的話 像Java部分 都會可以去 充分去了解 那Java部分 當然你可以開發的 方向點就很多了 比如說你可以開發 Windows上面 你也可以 Run Java 沒有問題 像我們上一個課程 就是這樣 其實你可以把它 通包成一個Jar檔 Jar檔之後 你也可以在Windows上面 然後 另外你也可以在哪邊 在Android上面 手機上面 另外像JSP 開端就有JavaSquid 然後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像一些小裝置 智慧型家電 或者嵌入式裝置 也可以移到Java的東西 因為 只要有一個東西 就是這個東西 都會看到就是 JVM 那這個JVM實際上就是 它最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它給掛平台 這原因就在這裡 也就是說呢 它在任何環境下面 我剛剛講過那一些 或者是說你在 Mac的電腦上面 要去RunJava就可以 為什麼呢 因為在Mac上面有個什麼 JVM 是forMac的JVM 它在Linux上面可以Run JVM 它可以 它也有會在Linux上面 你知道 人家安裝的Java Java 就是Linux 就是 假如說 透過JVM 再跟他做一些 討論 那這樣 對 當然會啊 可是 問題來了 執行效率 不是使用者 最Care的事情 是 相同 相同性 你這邊也幫你搞定 我都不用 在Care效能 因為 我還沒有換 因為 本來會有 執行效率問題 可是這些問題 都被 我們的 比如說 硬體的效能 給Cover掉 所以 你說現在 隨便一支 置物銀手機 沒有雙額 沒有雙額的 大概你想要把它丟掉 所以 為什麼 現在哪一支 置物銀手機 我還沒用 我算後來 你看 現在隨便 小米機 現在一支 好像不到一萬塊 而且它是 適合的 對不對 不到一萬塊 適合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說現在只要還這樣 所以 你會不會只有一些 iOS的好 因為 Java 跟Java 沒有直接 不是直接 主要是 它有幾個優勢 就是說 第一個 像iPhone 只有 Apple 才可以生產 對不對 可是你說 Android 是只有 一家嗎 HTC嗎 沒有 神通 可以做 可以啊 Asus 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Acer 可以啊 像小米C 可不可以做 可以啊 可是小米C 可不可以做 iPhone呢 不行啊 對不對 那因為這樣 還有大陸的市場崛起之後 所以 大家都願意把時間投入進去 所以像那個聯發科啊 成一陣子還在 還在 三核心階段 你看好 他現在已經 四核八核出來了 為什麼 因為 他知道這個市場是主力嘛 所以他把所有研發人 通通都轉過來了嘛 對不對 你要幾核 一下就變出來給你 對不對 有點大疑衝 因為他就是 你有時的效率 明明是一八核 但是 但是他都不告訴你 虛擬 其實 這些都不是問題 因為這些問題 慢慢就會被感染 因為他願意花時間 也就是說 你說像神聰那個S4 有沒有 過病說他是 幾核 八核 可是跑得比四核還慢 但是問題 問題這也不是重點 他至少他還是八核 聽起來就好聽 對不對 聽起來 對不對 苦苦人 很多東西其實就是 你就是要那個 比人家會苦 很多東西好不好用 不是那麼重要 就是那個 你要把 這個東西就是 行銷嘛 我想 不知道各位聊不聊 很多東西其實都是包裝出來的 你說 哪一支手機最好用 對不對 見仁見智嘛 對不對 可是問題 如果他包裝得好 行銷得好 這支手機就好用 很大白 所以像那個早期 那個賈伯斯還在的時候 他的行銷就做得非常棒 因為賈伯斯在的時候 他很會包裝 iPhone的手機 他很聰明的說 當一支iPhone還沒出現的時候 你在網路上 在任何地方都已經 大家都在討論 iPhone的 相關的訊息了 所以他就是讓大家有期待 手機還沒有出現的時候 你就會很想去買 等到真的上市的時候 你會發現 還沒上市前幾天就開始 就是宣傳說 你看大家都要排隊 讓大家有那個感覺 這支手機我一定要要到時候 當有一個朋友有這支手機的時候 大家就會覺得說 這個實在是太棒了 這個人實在 多此類的 OK 那這個我想 就 我們 像無論是任何平台上面 都有JVM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 這個JSP的技術 其實最重要就是說 它在Server上 也是run個什麼 run個JVM 所以呢 我們可以藉由什麼 把Java的程式 像我們之前所寫好的Java的程式 可以再做Compire Compire之後 變成ServerLate ServerLate 所謂ServerLate 實際上意思是說 在Server上run的程式的意思 Server上run的程式 那這個上面一定會有個JVM 這個所謂的Java的Virtual Machine 然後 它可以執行 就是整個Class 也就是說 這個觀念很多同學 如果以前 學的是 Microsoft那一套的話 它在Windows上面 Compire變成 Exc 可是在JVM裡面 Compire都變成 就Class 所以這個觀念 很多人如果不通的話 就會感覺 好像Java跟Microsoft不一樣 實際上反正就是 Compire的 互檔不同 反正一樣是可以run 那另外的話 裡面還有什麼呢 這個Web容器 一個叫Container容器 那是唯一的 可以認得的一個HTTP的製品器 這個Web容器的話 有點像是 因為你JVM 你要run的話 你會有一個容器 容器是run什麼 run serverless 然後JSP 實際上是 在還沒Compire之前 的一個原始碼 就是JSP 它的負檔 是什麼 就點什麼 點Java 不是點Java 點Java 你的方式 也有點JSP OK 大概是這樣 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還有一些重點 那何謂那個Web容器 那這裡的話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因為Web容器 這感覺比較偷向 但是如果你在學習 這個JSP之前 還是要對於 這相關的概念 要有 那對於 撰寫這個Server 這個JSP 容器有物件 負責這個物件生命周期 與相關服務的連結 那這個具體層面的話 容器就是用 幾個Java層次寫 運行在Java文訊之上 也就是它是在 Java文訊之上 又一個什麼 又一個Web容器 那我們要run的時候 要放在Web容器上 才能夠被執行 所以再來的話 Serverless會接觸 所謂的HTV 這個Serverless的Request 跟HTV Serverless的Request 那特別注意 這邊有幾 這兩個東西 這兩個物件 非常的重要 我剛剛講過 就是說 因為 Server跟 Kai之間 要做互動的話 一定會有什麼 Request 所以這邊的話 最重要的是 這個名稱 其實就是重點在這個 Request Request 也就是說 在 我們跟 這個 Server之間做不同的話 這兩個物件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為一定會有一個 Request 需求 就是開端 他要跟我要什麼 比如說 今天使用者 看到一個東西 他想要買的時候 他一定會做什麼工作 先選一下 大家 這個東西 他幾個 就是他按下 送出 送出之後 要丟給誰 所以Server 會有一個Request的需求 然後 Server接收到之後 幫他處理 接收到這個訂單 再Response 回去告訴他 哦 我接收到你的訂單了 然後之後 會有什麼處理的 流程 就跟他做互動 類似像這樣子 那 AD文字 信通訊協定 如何變成 這個 這個 Server類 JSP 中可用的物件 這個後面 我們來看 再來 再來 什麼叫 WAVE容器 抽象層面的話 可以將 WAVE容器 視為運行 Server JSP的HG 制服器 所以 你大概可以把 WAVE容器 當成什麼 它是一個 制服器 這個 有一點點 像什麼 如果說 你今天要 ASP.NET Response 一定會有一個Windows Server 一定會有一個Windows Server 可是Windows Server 上面一定要裝 什麼東西 各位應該有聽過 IS吧 對不對 你需要一個IS 才能裝 那個就是WAVE Server 那 WAVE容器 也有 有一點點像 那個 那個東西 有點像那個東西 所以呢 就如同 Java程式 就是僅認得JVM 這個作業系統 然後 Server 跟Java JSP的程式 也僅認得 什麼呢 WAVE容器 這個概念 上的HGP 制服器 就像說 我剛剛講的 IS 你如果是ASP.NET 或ASP 就一定要安裝一個IS 大概類似的概念 所以這個底下的圖 大家看一下 瀏覽器 最前面 就是使用者 它一定會有瀏覽器 無論用哪個IE 或者用什麼 PLONG 或者BIOBOX 然後呢 它一定會跟什麼呢 一個Server 請求 對不對 然後一個 HGP伺服器 伺服器 一定要 一個什麼 WAVE容器 才來就是什麼 ServerLate 所以它的關聯性 大概就是這樣 有一個 層次的概念 OK 那其他的話 大概 再來 再來的話 JVM 介於這個 加法程式 與實體 這個 作業系統之間 所以大家看一下 然後 WAVE容器 介於什麼呢 實體的HGP 與ServerLate之間 所以它的關係的話 反正就是 這個 伺服器 實體 這個叫實體伺服器 與ServerLate之間的 一個橋樑 就是WAVE容器 那撰寫這個 JSP 也必須要知道 會有容器 如何與 JSP 互動 如何管理 ServerLate等事實 那 JSP 最後呢 必須經過轉譯 編譯 最後載 為ServerLate 然後呢 在容器裡面的事件 真正負責請求 回應的事件上 是什麼 是ServerLate 到時候我會給各位 一個評論 也是會有一個 這個 測驗體 然後呢 這裡面 答案就在這個上面 OK 那再來的話 各位稍微看一下 請求回應的辦例 也就是大概的一個流程 我們來弄一下 比如客戶端呢 對WAVE伺服器 發出請求 然後那個HTP伺服器 接收到請求之後 將請求轉由什麼呢 WAVE容器處理 那處理之後的話呢 會剖析HTP的內容 建立各種物件 比如說像是什麼呢 HTP ServerLate的Request 所以特別是這邊有很重要的三個物件 HTP ServerLate的Request Response 跟HTP的Section 這有三個 那Section 那Section 其實有點類似像 什麼呢 類似像 我的一個Buff 或者類似像一個 Server端的一個 暫存器 一個暫時的一個變數 你可以把 你有一些 這個Client端的需求的 一些相關的變數 你可以存放在 Section裡面 Section裡面 其實無論你用 哪一個 那個 語言 去撰寫 都會有這些東西 Section 它有點像Cookie 不過Cookie是存在Client端的 Section 它關掉的話 就是它 呃 沒有 Server當然 它是在Server端的 Server不會關 它是存在端的 它是存在端的 Cookie是存在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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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okie是關在端的 它會有 Cookie好像會有 Cookie是端的 Cookie是端的 然後Section 是Server端的 有點像 Server端的一個變數 它是存在 Server端的 memory裡面 當然你 memory關掉 就是你 關機 memory一定裡面的東西 清掉 所以 無論是哪一東西 ASP PHP 都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你們有 有學過的話 這應該有 晶能概念 那其實像 Request and Response 其實 ASP PHP裡面 也都有 所以這些都是 基本的 都是相通的 只是名稱 不太一樣而已 運作的流程 因為Java 比較是 物件導向的 程式設計 所以它會比較重視 用物件 實力 去做什麼事情 所以 觀念上面 也就是我們 前一段 上禮拜上的東西 其實比較偏向 物件導向的設計 概念 不過 無論是哪一種方式 可能設計出來 最重要是 要看到結果 OK 那裡面的話 為容器 有請求的URL 決定要使用哪一個 Servlator 來處理請求 那Servlator 根據 請求 附件 然後做一些回應 那 需求的話 是由 Request 接收到 然後 Response 送出回應 所以這邊的話 一個互動 反正就是 一來一往 OK 大概是這樣 大概有概念就可以了 OK 然後這個 容器的話 我想各位 大家看一下 這邊的話 有個Contender 然後這個Contender 它裡面做哪些事情 後面 其實也有牽涉到 有關那個Database的相關運作 所以你可以從那個 Servlator 裡面去做Database的存取 大概看一下 那這邊有幾個範例 我想各位 稍微建議一下 因為第一次上課 我們這個環境還沒建議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幾個 嗯 我想 因為你們的環境 第一 你們的環境都建立好了嗎 對 Idea Idea 好 Idea Idea Idea